這次江蕙演唱會首播開場16場 只有台北跟高雄 台中的歌迷都在拜託江蕙 能不能到台中來唱一場 但問題是台中根本沒有一個 能夠容納萬人以上的大型室內場地 所以就算江蕙答應也沒用 當然是希望台中究竟又可以看到 可是台中目前好像沒有那麼大的場地 連搶三天門票買不到 江蕙在台中的歌迷幸遂了 單子出來的時候 我們全場的人都在尖叫都在拍手 可是問題是結帳都取消的時候 我們全部人都非常的失望 歌迷手握感應指上頭就印著 1月7號當天 售票系統所佩起的演唱會座位 二姐不能到台中來 歌迷就得往台北場次搶票 只是單子都印出來了 到了櫃台卻無法結帳 再聽到開唱或家場 二姐確定不來台中的消息 歌迷更悶了 你可以把這個江蕙請到中部 再開演唱會的話 我們中部的民眾全部叫你表歌了 立委盧秀燕招手請託江蕙表歌 經管會主委曾明宗 幫忙轉告二姐江蕙到台中開唱 最後確定破局 關鍵就卡在這裡 這是二姐江蕙四年前到台中 加演的戲夢江蕙演唱會 當時她答應歌迷會再到台中來 不過這次的祝福演唱會 受限於舞台設計需要室內場地 就算台中準備好這兩萬個座位 不過它不是室內場地 也讓江蕙無法順利成行 台中不是沒有開唱場地 包括江蕙自己唱過 五月天也開唱的 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世界南高音二度現唱的 台中洲際棒球場 以及女神卡卡嗨翻歌迷的 文心圓滿劇場 可是這些都是戶外場地 確定出局 至於室內場地有 台中國家歌劇院 2014個座位 中興大學惠孫堂 大一些有4000個 但都肯定容不下上萬歌迷 在同一個場地共同欣賞 江蕙告別歌壇演唱會 北高兩地首播開賣16場 之後預計加演的10場 也全都跟台中無緣 就算歌迷願意為二姐門票 排隊久戰 萬事俱備 可其就獨缺台中市那場地 這道東風 記者連家慶張俊弄在台中的 綜合報導